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凯叔的T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是一个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树心旁 右边是一个D字 这个T字呢 很多时候会出现在一些人的名字里面 其实是家长希望孩子们兄弟姐妹们 可以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的一个愿望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T字的一个左边的树心旁 这个字是左右结构 那么在我们的传书里面呢 这个树心旁呢 它的书写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心字的 心字的传书 那么当它放在左右结构的字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心字 我们变得更瘦更长 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树心旁 那当这个心字呢 出现在上下结构的字里面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我们更为熟知的心字底 所以呢 树心旁就是把这个心竖起来 心字底呢 就是把这个心字放在这个字的下面 现在我们用新艺术画院的节点定位法 对这个T字进行领写 首先我们标出 这两个点的一个位置 这两个点可以看到 是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处理方式 这个点在横虚线的上面 这个点在斜虚线的上方 是这个树心旁的笔顺 是先写两个点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树是 碰到了右边的这个点 我们又碰到左边的这个点 超过这个斜的虚线 接下来呢 是一个点撇 点撇的时候呢 我们在写点撇的时候 可以稍微写的 有呼应的感觉 横折同样的我们要处理成 横细 折要粗 笔画压下去 那 接下来的一个笔画是横 这里要注意的是 很多同学会偷懒 直接从右边往左边横 是没有这个笔画的 一定要从左往右横 接下来这个笔画呢 是竖折折勾 它是一笔写成的 这个折呢 它出现在这个字的最右边 所以我们把这个点往外点一点 确定一下这些点的位置 不确定的话呢 我们要 我觉得不准确的话 要进行调整 然后把它往外面再点一些 这个短短的树呢 它是没有跟横 碰到一起的 这个树是在最低点 现在我们用 现在我们完整地对这个字 进行书写示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